去泰国送卡玩 到底需要多少钱 因为哈日来呀 我们就有了长达几千的廉价 所以这次要去的地方 第一站 海亚和松克拉 我们从吉隆坡出发 半路在新邦不赖吃个早餐 来这里吃咖喱鸡腔粉 鸡腔粉啊 咖喱最强烦粉的底 然后是在甘邦新邦不赖 然后里面的巴萨我们也去逛了一遍 怎样从马来西亚过关到泰国 这个我就不多做介绍啦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有完整的教学哦 从韩亚再上大概20多分钟的路程 就到了松克拉啦 好像没有 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要去 check in我们的hotel 第一晚我们就住这里 这边啊 这边啊 啊啊啊 我shotel啊 Wshotel 左边 有parking 没问题 甚至对面的那个场地都是它的 这下游当然是要确保找到有适合的hotel是有parking lot的咯比较安全点 然后这个hotel还有provide CEG 有self service laundry 哦对面是fukot耶 这下游对面的 隔壁宝 是不是 哎哟我选到的不错耶 我先check in 然后我们租的这个就是triple room 在agoda做boking的啦 triple就是125.88 wow 很不错耶 你看 干净一下 有阳台诶 看到外面诶 有阳台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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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给free snack 过后我们就去隔壁的food court 买水果来试 买水果来试 这样 这样多少钱啊 三个就去 85 85 85太多 ok 晚餐时间又到了 我们现在就on the way 去找吃的啦 应该是这个啦 应该是这个啦 对对对 sirada sirada 对 哦有人 进去 这个没有菜吗 好像可以 噢 有海鱼汁 这个好像不错 还有后面诶 里面有海鲜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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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哦 好像不错哦 没想到 哦 你等一下来这里拍照呢 哇 这里可以啊 可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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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哎呀 这里疯了 我不给人家过去 这里啊 在这里 这个是吃海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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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了 这个是 不带炒虾 清蒸酸辣 sotong 那个sotong里面有蛋的 吃起来多一多 好像jelly 好吃好吃 这个是冬粉sotong 这个是推荐 很推荐 baku chai krabu 我们点了 我们点了 五道菜 全部都很好吃 很推荐 然后这里的环境也很美 而且很大 吹着海风 看着海景 很不错的一种体验 吃了那么多 总数是 947泰铢 价钱蛮公道合理的 吃饱饱 我当然是要散散步啦 刚好我们去的时候 是星期五来了 晚上就有 Song Cloud walking trip 这个walking trip的opening hour 是星期五跟星期六而已 好多东西 一般的星期五 二十一 一百五 在星期五 的星期五 有什么好多 是星期五 那我倒闹什么 你倒闹什么 在星期五 的星期五 这四个月 小说是星期五 一天 都干涉 第二天的早上 又是时候去找好吃的啦 有人呢 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这里有这样大的 我高远了 这是什么 这是窗口 要拿回来 葛珠白啊 这个真的好吃耶 你要买一个啊 好 好 你 你给它 20 给啊 对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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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